你好 聽到嗎 你好 可以 前段時間我們這大批量的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說被刪了 你也是被刪了是吧 號被封禁了 上週 對 上週 對 他封的時候沒有任何的消息嗎 就是你突然有一天你要放油管 什麼也幹不了了 對 我其實是上週某天的晚上 我前一分鐘還在看視頻 然後下一分鐘就突然發現自己被自動登出了 然後我找了半天我才發現自己可能號沒了 我可以看得了視頻 但是我沒有登錄的話 我就不知道我哪些訂閱的視頻 哪些訂閱的博主 試著登錄的時候他告訴你說什麼 說你的號被已經違反規則 違反守則被封了 我發現我那個號碼被登出了之後 我就按那個login 就是右上角那個login 然後我登進去了以後 他就說對不起你的賬號是permanently removed 就 your channel is permanently removed 沒有說任何的原因 因爲什麼你哪怕一點點 那個沒有原因 然後隔了十幾分鐘之後 我收到油管發來一封郵件 嗯然後那封郵件里面就是就有說就非常vague 非常就是大致的講了一下 就是說你是嚴重違反那個community guideline 就是社區條例 社區的條例規則 對 我看到了那個郵件之後 我就去申訴了嘛 然後申訴完了之後 我就到一些論壇上面去找找有沒有其他人也有這種遭遇吧 然後我就看到了不止壹個 然後我去你知道推特上面有個叫teamyoutube的壹個 teamyoutube對他的youtube的客服 對 對 然後我為了就是上teamyoutube去留言就是咨詢怎麼辦 我專門註冊了推特 我是平常是沒有什麼社交媒體的 只有可能就用一下那個youtube看看視頻什麼的 嗯 然後我註冊了推特之後呢 然後就看到就我就去瀏覽就是其他的求助帖 對 我就發現有幾個疑似就是中文的用戶 都在向teamyoutube反映跟我一樣的遭遇 然後我在一些論壇上也看到有人是同樣的問題 然後下面就有人猜測是不是評論了跟 就是二十大或者胡錦濤相關的內容 你之前的話是你自己沒有拍任何視頻對不對 你的頻道 沒有 沒有拍任何視頻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 對 對 你就是就這個胡錦濤的事情評論了一下 我能問一下您大概覺得就說 你除了胡錦濤的事情以外 你有評論什麼別的嗎 基本上沒有 我平常不怎麼評論 我當然是訂閱奶爸的視頻號已經很多年了 2020年就開始了 感謝感謝感謝 不用 然後我也訂閱了其他一些就是像王菊的號 我覺得是奶爸安利了之後我才訂閱他的 然後就像這種這方面的號我訂閱了一些 但是大部分我訂閱的號都是娛樂方面相關的那些號 比如說是講那些追劇的一些 然後我平常就是龍之家族 那個Rain of Power一類的最近 就是簡述這種電影的 讓你5分鐘看完電影的類似這樣的時候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些探案的 什麼小褲啊 什麼了解 什麼老高職媒體的 烈其類的 了解 對 烈其類的 對對對 然後我平常評論就是娛樂性的評論會做一些 很少在發表一些政治觀點 然後 你當時 對 抱歉 你當時覺得是為什麼是你評論的 因為你當時看不到自己的記錄了 你當時覺得可能是因為哪一條你說了違反了這個規定了 我看了一下我評論的可能前 就這一週以來的評論吧 嗯 只有那一條是下面會有些爭論的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 你喜不喜歡Galadriel 你知不支持龍嗎 就是這種問題 只有哪一條哪一條 就王局之前有一個有個視頻講 那個胡錦濤被架下去 應該是確實是健康問題 然後我就 他這麼說 對 他這麼說的 對對對 然後我下面評論了一下 就說我對他的講法是不敢溝通 然後我就說可能是覺得怎麼看怎麼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那種類似那樣的 你就是質疑了一下他的這個說法 但是你有沒有用什麼過激的話呢 過激的言辭呢 沒有沒有 我絕對是沒有講什麼過激的言辭 而且下面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時候 我還回覆說 哎呀這只是個我也尊重王局的觀點 只不過是不同觀點而已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所以這就怪了是吧 好 那行 那您申訴了 現在有很多 我其實也有好多位的朋友 甚至發郵件 發推特私信過來問 怎麼回事 我這號沒了是吧 那您是怎麼拿回你的號的 我們現在知道你已經恢復了 您怎麼拿回你的號的 能教他們一下嗎 我其實就做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在那個油管的那個 發給我那個郵件上面去申訴 嗯 我就寫就是我的頻道 就是以前從來沒有發過任何的視頻 嗯 然後我平常評論也是基本上 沒有影戰也沒有就是過激的言論過 嗯 然後我認為可能是因為我對某些話題的評論 導致了有一些就是internet troll了 嗯 就是過來針對我 然後對我的賬號進行了大規模的這個舉報 嗯嗯嗯 他們為什麼要針對你呢 您也不輸出內容 您也不輸出內容 您只是做評論 評論您評論也不多 他們為什麼要針對您呢 就是就您覺得 嗯 我覺得可能是比如說他們有一個bot去瀏覽 就是所有的跟某一個話題相關的觀點 嗯 然後只要是有人就是表達了就是像我那樣的觀點 比如說就是可能不是健康原因這種 嗯 他就自動的去大規模的去報 嗯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吧 因為中國官方宣佈說是健康原因嘛 所以他會派出這種機器人的賬戶 去看各個評論下面的高讚的 比如說比較多人關注的評論 然後對這個人進行舉報 如果他懷疑是不是健康原因的話 對他進行舉報是嗎 這個邏輯 沒錯 嗯 我覺得是這樣的 嗯 你那個發言應該是挺高讚的吧 是吧 是不是有很多人互動 我現在恢復了之後 對 有很多有二三十條留言吧 然後點贊可能有100多吧 嗯 然後我就申訴了之後 我就寫了申訴 然後除了申訴之外 我就在那個聽YouTube什麼的流了個言 嗯 然後 可是他們也沒有回復 然後我過了幾天我的帳號就恢復了 就是你突然發現你已經登陸了是嗎 還是他發了個郵件給你 說我們不好意思弄錯了 是怎麼個恢復法 對就發了個郵件 對他就發了個郵件說不好意思弄錯了 然後他就直接給我恢復了 然後我又可以登陸了 就非常奇怪 真的就是不好意思弄錯了嗎 他就直接說 We've reached a decision on your appeal 然後他就說 after another taking another look We can confirm your channel does not violate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 就我們仔細看過之後發現你的頻道其實沒有違反 那個community guidelines 給你平反給你平反 對給你平反了 對對對 但他沒有給我任何其他的解釋 也沒有說 對他就說sometimes we make mistakes 然後trying to get it right we're sorry for any confusion 他就是一個很blanket的那種email 就告訴你抱歉 我個人理解就是說他可能油管自己也有AI算法 他自己會到一定條件以後他會觸發一個 就是把你分號的這樣一個條件就給你分號了 但是我想不出來你那一句留言能夠有這麼高的觸發條件嗎 除非舉報人也好或誰吃透了油管的分號的算法 他覺得這麼做能夠誤導油管的或者是谷歌的AI把你分號 順便問一下 順便問一下你除了油管被封 你的谷歌其他服務有受影響嗎 沒有受影響 沒有受影響 我還可以繼續用我的email 但是當時我被封的那一瞬間我就是有點心驚肉跳 我感覺是不是有人黑到我的油箱里面來了 對 怎麼說就感覺像吃了一個蒼蠅一樣挺噁心的 是的 我想另外還有個細節 因為很多給我反應直接給我反應的人 他們都是我的會員 你是我的會員或者你是王志安的會員嗎 因為你在我這兒評論沒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評論 你在王志安那個評論有可能觸發了這個風景 那你是王志安的會員嗎 我不是王志安的會員 我現在不是您的會員 可是我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使的 恩主 沒有 種種原因只能退訂了 因為現在經濟不好 是理解 我應該反饋您 我只是在做個猜測 說這個是不是你是會員 然後就容易被盯上 這個也可以排除了 換句話說現在唯一就是那一條質疑胡錦濤 他不是健康原因被架出的這條比較高反饋的 比如說比較被重視的這樣一條評論 導致了你的號 經過某些方式被人觸發了這個封號機制 恩我嚴重懷疑這一點 對 反正我採訪過您以後很多朋友 尤其是跟您有同樣遭遇的朋友 也會下面留言 我們大家可以把更多的這個東西匯集起來 看看是怎麽回事 我覺得油管應該也會給出一個說法 我有一個猜想 前兩天我看到谷歌在說 說他們偵測到中國方面 中國政府可能在開始對美國馬上要中期選舉了 對美國進行中期選舉方面的影響或者干預 或者是影響輿論 社交媒體上影響輿論 我就想這個有沒有可能讓谷歌進入一個嚴打期 就是他判定這個號是機器人號 或者說是在干預輿論的號的可能性會更大 你有做過關於美國政治的評論嗎 我從來沒有 美國政治對於我來說不是很重要 OK 你從來沒有說過什麽拜登 川普 中國 美國關係這個東西 很少 我覺得可能也就說了一下大選那個時候的 美國大選的時候 幾年以前的 不是現在幾年以前了 對 絕對不是現在的事情 我以前講到美國大選的問題 也從來沒有被這樣子封禁過 我之前有留言在奶爸底下留言 問了一下關於一個觀點 然後這個觀點 奶爸你做了一期來回復 我那個時候很感動我就立刻訂閱了 但是從來之後我就沒有講跟美國有關的內容 我再問您幾個可能性排除一些可能性 比如說你用VPN嗎 不用 不用的 你直接從英國連線的是吧 這個也可以排除了 對 因為有的時候谷歌會對他覺得有些不明IP的 他會覺得有問題 以前我曾經有過很多的時候 包括我和其他油管組 掉粉掉的很厲害 他就是油管在把那些VPN 就中國大陸翻牆出來 通過VPN翻牆出來的那些給去掉 所以這個也可以排除了 對 跟VPN沒有關系 那我再問一個 您評論的頻率高嗎 還是說很少評論 比如說你一天評論一條頂多久 一星期評論兩三條吧 ok 因為我為什麽要問這條 他可能他也有一個機器人判定 他要看你這個號是不是機器人 是不是掛機 然後上面 但是按照您說的話 你評論的頻率也不算太低 也不算太高 然後在胡錦濤這個上面 評論還比較具體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應該也不符合機器人的特徵 所以我個人感覺 所有東西下來也還就是您的這種猜測 就是因為在胡錦濤這個問題上的評論 你遭到了有人的針對 這是我的結論 我不知道別人的怎麽樣 我也會盡可能去 高度懷疑 高度懷疑是這個 我也會盡可能去尋求油管方面的對於這個事情的回復 尤其是如果我們人多了以後 我們去問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是對 我就發現好像很多人都同樣一個問題在反映 對這個對您可能還只是另外註冊一個賬號來看油管 或者說你快油管也不影響對不對 對您來說其實傷害並不是很大 對我們的傷害很大 因為你把我的衣食父母給封了 尤其是我的會員給封了 我有一個會員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會員 他發信過來說 哎呀我都給封了 如果我能 我在申訴 如果我能拿回我的賬號的話 我準備double給你的會員費 給你double一下 我說這樣吧 如果你拿不回來 如果你拿不回來 你給我十倍 如果你拿不回來 你給我十倍 開玩笑了 這個也不是真的是我們就指望這點會員費 只是我覺得我們有這個責任去跟油管去詢問 為什麼我們的會員 尤其是在我們這高度懷疑 是在我這評論以後然後被分的 他們是受到了這樣一個群體的歧視 或者說你至少是失誤這樣一個待遇 好的您還有什麼想要分享的嗎 就這次事情 他沒有其他的想要分享的 就是說一下就是 可能奶爸這裏評論還稍微可能被關注的少一點 可能我覺得王菊那邊評論會更加激烈一點 那邊更加激烈一點 對對對 那邊的可能那邊的兩派的人都很多 所以包括油管也有可能就是政府機構 都會多去注意那裏的發表的觀點 然後如果碰到像我這樣發表一個可能不是特別的觀點 他就直接就採取一些措施吧 可能我是這個猜測的 您這句話里面我聽出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說您是覺得他不是盯著你 他是盯著王局的賬號王志安賬號 然後在他上方向再盯著你 是吧 他是先盯著王志安 對 這是一個頻道 第二個就是你覺得是油管主動的對你的動手了 而不是說你覺得是油管里面有人在 不是這個機器行為 是一個人為的動作是嗎 我不覺得是油管的人 我覺得可能是外部的人員 對對對 就像奶爸這裏你知道看奶爸的評論基本上都是同一類人 No No 別這麼說 別這麼說 我懂你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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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王局那裏的觀點可能正正反反的給我一些 衝突更大一些 對 衝突更大一些 對 所以在 而且他的可能在國內的影響力 或者是在國內的知名度也比較高一些 所以可能國內的一些有關部門也會多關注一下他下面這些評論 對 我覺得有道理 如果有人發表了這種像我剛才說的那樣的評論的話 他可能如果有高攢了或者是下面的評論開始多了 多起來了 他就想把你這個評論給抹掉 或者甚至把你的賬戶給抹掉都有可能 這個是我的猜測 這都是 也不能說陰謀論 你有懷疑過油管的內部的工作人員有問題嗎 你有懷疑過嗎 我不是很懷疑 我覺得不應該去懷疑這一點 因為他畢竟不是說一個人能說了算 本來就是有一個protocol有個guideline在哪裡的 是相對比較透明 相對比較透明 他雖然也有 對 對 這也是我以前 雖然我也被油管針對過是吧 曾經他取消了我一個月的盈利資格 我心裡一下挖樑挖樑的 挖樑一個月 2020年年初的時候對吧 對 那個時候我還是告訴大家大家不要因為這樣的事情 就是對油管好像是覺得你跟中共是一回事是吧 你也打壓我 或者說你內部是不是 我建議大家不要這麼想 我覺得油管還是 就好像我們都更喜歡自由民主一樣 油管還是這個事實上最不壞的 最不壞的這樣一個 不管是讓我們發布視頻還是看視頻的地方 是吧 對 養活了我們很多人 我們很多人本身就說 你如果離開了中共以後是很難 或者說很難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發展的是吧 油管讓我們至少能夠發展起來了 不管在經濟上輿論上還是各種其他方面 所以我依然是對於油管是非常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過度的黑油管 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採訪 你那也不早了 早點休息吧 好的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